说到这个装修我们都知道这些年变化特别的大 材料在变观念也在变 这么大的变化我们用七期特别节目 生活家全能改造的家装技艺为大家做一个呈现 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聊一聊家具这些年的变化 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给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第一位金鱼天坛家居技术研究院副院长设计中心主任施海东 大家好 第二位生活家全能改造特约设计顾问 马丽凡 大家好 说到这个家具瞬间好像脑海当中就有很多的这个闪回 小的时候那种记忆 说起家具您还记得小时候的家都什么样吗 眼前的这些物件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小凳子 老收音机的木头外壳 到装东西的木箱子 算盘 没准其中的一两件您曾经还用过呢 在1956年公司合营 它是由很多小木器作坊合并起来 当时我们生产的就是这种很小的这种小家具 算是家具吧 像这种刚制的这个儿童折椅 看这个电镀还是很新的 看起来其实是一件很古老的六十年代的东西了 它也是获奖的 你看小朋友贴了很多的贴画在上面 这些老家具都是从北京的各个家庭中收集上来的 原汁原味 它们中的许多可能比电视机前的一些观众朋友年龄还要大 像这把椅子是七一年出的一个烤漆折椅 像这种彩色烤漆的工艺 当时我们这个工艺可以说是在国际上是领先的 这款沙发非常有意思 因为当时啊房子没有那么大 然后这种可以倒下去变成床的这种功能性的沙发呢 就非常受欢迎 我们知道沙发坐久了之后 它会出现这个做面的塌陷 我们这个就完全没有 一点都没有塌陷 九十年代初买的吧 到现在的话三十年 这个沙发的整体的架子是钢管的 这个钢管呢壁厚非常的厚 现在很多的那个钢纸家具 你看它为什么便宜呢 因为你切开它 你看它的断面 它的这个壁厚 管壁是非常薄的 现在普遍的是0.6 0.8这样的 这个壁厚接近2毫米 钢质的东西啊 它如果达到了2毫米 它的钢性就非常好了 就是很结实 当年的家具可谓是真材实料 非常耐用 您瞧这个床头的圆球是个石筋的 虽说已经过去了30多年的时间 但现在看起来依旧光亮顺滑 九十年代初的时候 我们把这种航空航天的这种真空度态技术 引入到我们的家具上去 这个球就是钛金球 而且这个球还是个石心球呢 它的这个金色基本上没有配色 这款沙发是1989年设计出的 放下去就可以当成双人床来用 现在还在生产销售 然后这款面料你看起来很旧了 它叫秋菊面料 这个面料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因为这个沙发它一直在